雞蛋國家隊成立了兩年多啦 第二玉備金用在補助蛋機產業 富氧跟雞蛋的進口 去年底已經用了十幾億 把第二玉備金都用在這裡 還不夠 因此第二玉備金少了2.5億耶 現在就缺蛋 聽說要到中秋節 有人說最少要運兩年 你要不要專案測試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你有沒有專案在處理 請問有沒有專案處理 缺蛋的事情 審計部有沒有 對於雞蛋 我們110年度有查 他因為那個農委會啊 他的我們查到他的雞蛋產量統計數據啊 我們 那個是落後的用了這樣來做絕錯啊 所以我們有提出啊 有沒有給他糾正 有提出損合意見 有沒有給他糾正 這個因為我 損計沒有糾正前 沒有你 你建議就在那裡 我們是 有把他 把這個案子啊 請他 他的主要缺失是什麼 就是他的 這個因為他絕錯數據啊 絕錯的數據啊 有點失尊啊 絕錯雞蛋的統計數字失尊 不太 簡單說就是 憨慢啦 不太 可以這樣講吧 憨慢 聽有了喔 不太 即時啦 所以會影響這個 就管理的問題 管理不當嘛 後來他有用比較新的試劑 啊一樣到現在要缺啊 你說背部 還是缺啊 莊愛再處理一下 我跟你講 好 好不好 第二位北京 要幫他 已經用了17億喔 還不符2.5億喔 林又昌你知道是誰喔 林又昌是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 啊以前呢 以前是 基隆市場 是啊 他基隆市場 還有公文喔 而且 我都錄影起來囉 在我的FBI可以看一下 他公開說 集結要的費用 中央全部出啊 結果中央部長 修理謝國良 說 沒有喔 你要出喔 我就問你 那時候是不是全部出 有沒有 那一個文還沒有到我這裡 那個他們都是在規劃階段 是在交通部 謝謝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事 欸我不知道 誰講了什麼話 所以林又昌就吹牛就對了 我不 我 我認為說 他到底講的什麼 我不想 道道道弟弟 林又昌當市長的時候 欺騙 基隆市民 所以這都 中央出來也不用錢 結果 他當內政部人 打臉謝國良 我就告訴你 我主席人 如果 你要補助標分 綠核 對不對 補助標只是 全國都一樣的